近日 中国新冠疫苗接种总数突破10亿计次的消息 受到全世界广泛关注 6月21日 中新社记者独家采访了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公关组 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郑中伟 对目前的疫苗接种情况做出解读 目前 中国新冠疫苗接种单日最高超过2000万计次 郑中伟介绍 这一中国速度可谓史无前例 我们曾经在这个假流的时候我们有过 这是当时快速的 在高温人群当中 其实那个时候一天的规模也是达到了好几百万 当我们在麻疹强化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规模也是达到了一千多万 但是达到2000万以上的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 郑中伟表示 一些真实世界试验结果表明 新冠疫苗接种率达到75%到80%时 感染概率 重症概率都会降低 不会发生医疗挤兑 人们便可能逐渐回归正常生活 一些真实世界试验 你比如说以色列 他最早900万人 他感染了100多万 但是他现在他接种到75%左右的时候 他实际上他的整个的感染率就到个位数了 多的时候就是20来例 但是他很好的 他的死亡率基本上是很长时间没有了 所以说我们判断了大概能够在80% 75%到80%这个水平的时候呢 可能我们的这个放开以后他就不会出现医疗挤兑了 他就不会出现大量的这个社会恐慌了 然后通过一般现有的一些简单治疗他能够康复了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有效 不过 郑中伟也强调 75%到80%的接种率是针对全人群而言 但人群中还有许多身体状况不宜接种疫苗的人 因此要达到这一接种率 还需要有条件接种的民众真正做到应接进阶 近期 广东等地仍有疫情发生 其中也有部分曾接种疫苗的感染者 对此 郑中伟指出 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 接种新冠疫苗最大的好处 是可以大大降低重症率 住院率 死亡率 现在这个新冠病毒的话 大家已经看到 它的现在这个变异啊 也带来了一些传播的一些变化 因为最近出现这个Delta出 它的这个传播风险会增加 那么这个传播风险增加的时候呢 它就会带来疫苗 不能够百分之一百的 让我们接受这种人员 不被感染 对吧 但是接种疫苗以后 它即便被感染了 它的好处就是它会 大部分是轻症或者普通型 我们最近这个 在广州出现的这个疫情 对吧 你们看 凡是患重症和未重症的 全是没接种疫苗的 第二个 患重症和未重症的 以老人为主 所以说赶快赶快要把老人 接种的 郑中伟认为按照目前的速度 2021年秋冬季来临前 中国就有可能达到 75%到80%的接种率 从我们科学的角度 从我们专业的角度 我们觉得是 我们觉得大家应该在这几个月 对吧 但是这里边的话 就是必须要两个发力 第一个发力 就是我们从专业角度 要行业角度 我们要发力 第二个角度 社会角度 百姓自己要给力 而今年年底 我们就可以过一个 相对平安的秋冬季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